2009年7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戴茨现在是马蒂斯在芝加哥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在2020年时将拥有近2500架各种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其中,大约1100架是F-22和F-35等五代先进战斗机,而中国届时仍不具备第五代战机。 而且,到2025年时,美中两国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美军将拥有1700多架第五代战机,与中国可能装备的少量同类战机相比仍然拥有绝对的优势。 2011年1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戴茨访华,刚下飞机,中国首款第五代隐形战机肩负20就直接从它的头顶飞过。 当时美国众多媒体十分愤怒,纷纷建议戴茨,既然被解放军侮辱,那么我们应该先翻桌子取消访问也让解放军难堪。 不过,戴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忍气吞声地向国内媒体解释,中国首次是非隐形战斗机是早已计划好的事情,只不过恰好与它在访华时间上产生了重合。 如今,事情已过去了八年之久,该打的连也打了。 不可一世的美国也开始承认中国在军事上的突破已经达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当然这只是为了向国会骗取军费。 肩负20的诞生,不仅让中国空军抬起了头,更是让14亿中国人民抬起了头。 曾经被别人嘲讽连一个小小的日本空军自卫队都比不上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不仅如此,最近还有网友在山西上空拍摄到了我国空军大批现役战机进行编队训练的照片,其中,就包括5架量产型肩负20战机。 不过,老狼估计应该是6架,因为按照往年经验,一般是5机排成蝎形队形,一机在附近伴飞,充当备用机。 这6架兼制20不仅演练了5机蝎形阵,还演练了两个3机蝎形阵。 画面中,5架兼制20成林形阵形排列,宛如一把利刃划破仓球。 看到这番盛景,无数军迷小伙伴们正必高呼,有声之年啊!我们总算是盼到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这把国之利刃充满了期待。 如今,量产型肩负20以如此辉宏的气势出现在大众面前,足够说明这把利刃已经能够担负起中国空军的未来。 同时,最近还出现了肩负20起落架上刷有15数字的照片。 专家表示,这代表着这架战斗机已经是尖20战斗机量产型的第15架,再加上此前进行试验的至少7架。 那么,中国现在已有超过22架兼制20应该毫无疑问。 当然,肩负20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量产。 这得归功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打破了西方的封锁。 曾经被美国一度垄断的黑科技,耐动总装生产线技术, 被中国研制成功。 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是一种按节拍移动的装配线,运用精益制造思想, 对装配过程进行流程再设计、优化和平衡。 实现按设定节拍的站位式装配作业, 达到缩短装配周期满足客户要求的装配生产形式。 据专家估计,作为未来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肩负20量产将高达500架。 并且,第三条肩负20生产线已经启动,到今年年底第四条生产线也将开始试产。 这样一来明年就会有四条生产线全速生产肩负20战机。 按照每条生产线一个月生产一架来计算,500架的目标最多10年就能都完成。 那时候估计中国海军的航母都不止三艘了,而且电磁弹射和核动力也会安装上去。 其实,早在2016年,中航工业乘飞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总装卖动生产线就已经投入使用。 从JH-7A到歼20,再到运九的卖动生产线,有了这样稳扎稳打的基础。 运二菱形战略运输机的卖动生产线也就隐隐呼之欲出了。 想象就有点小激动呢。 不过,在中国军工取得如此优异成绩的背后,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们。 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明星,对于那些只会敲键盘,说中国这里不行哪里不行的人。 老狼只想说,中国的武器再不行,那也是用来保护你的。 外国的武器再好,那也只是用来揍你的。